民进党内部选举5月24号结束 候选人当中的黄登科和副国渊 因质疑选举过程不公而向媒体投诉 民进党花莲县党部隔天就登报声明 对此6月8号黄登科和副国渊 前往地检署案领控告 希望法院能够协助调查 这次的投票过程是否涉及茂林选票 以及控告花莲县党部回损两人名誉 民进党员黄登科与副国渊 6月8号下午前往地检署案领控告 他们质疑5月24号党内选举 有茂林选票的情形 同时也针对县党部刊登媒体的声明书 提出了妨害名誉的控告诉求 我们希望法院这里能够帮我们 做一个验票的工作 到底是不是有被茂林 因为当初我们也有请党员写了切解书 还有他们赖的对话 政绩应该就要请法院帮我们做一个那个证 政绩的那个那个验票的工作 那个代理主委 也没有向我们求证 也没有做协调的工作 一下子报纸就把我们登了 告代理主委妨碍民意 主任管理员 投开票所的主任管理员 妨碍投票跟那个伪造文书 是应该可以成立的 我们希望法院那里这里能够帮我们 做一个验票的工作 是不是到底有没有被茂林 这起事件从5月24号投票完就开始酝酿 黄登科和副国渊质疑选举作业不公 县党部则针对两人 为透过党内协调申诉机制 就直接向媒体爆料表示违反党章 如今黄登科与副国渊 再前往地检署案令控告县党部 党部表示除了表示遗憾 也会针对党纲规定来做后续处理 同时对于两个人的控告 也会配合法院来进行相关的调查作业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